嗨 我是露營社的版主邵左 因為攝影的關係常常每個月要三路四路 人家說我不是在露營就是在露營的路上 我也因為攝影愛上露營 也因為露營更愛攝影 露營能讓我拍到許多不同的作品 也在每一個營地我有充分的時間發揮並觀察 露營我一定會選擇夜衝 在一個地方待上兩天或三天 好好享受環境帶給我的寧靜與美好 相機永遠是我們的好朋友 環境每一刻都在變化 我對於相機的想法跟要求很簡單 就是適應環境 搭配不同的鏡頭 我們能在任何環境下捕捉我們想要的畫面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相機就像戰友一樣 面臨不同的環境給你不同的資源 我們把複雜事情都交給它做了 α7C操作更直覺便利 體積縮小到最小化後 看似許多按鍵消失 實際上是將金融的按鍵 變成任何你常用的功能快捷鍵 淺顯易懂好操作 α7C輕盈簡約的設計 上手後就讓你回不去那些複雜的操作界面 我很愛α7C的金屬質感 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品味來自於自身的美學 我喜歡搭配24105G用長焦段捕捉遠處 或是50F2.5大光圈捕捉自然的瞬間 我不太做擺拍 喜歡人物拍攝是很自然的感覺 我會引導拍攝者做出一些動作 讓他無意間做出我想要的那種效果 我喜歡使用24105G來拍攝人像 變焦鏡頭搭配F4的恆定光圈 能夠解決我在白天大部分的拍攝 24mm可以拍下的人物與帳篷或環境的關係 3550是最接近人眼的視角焦段 可以不去思考太多 輕鬆記錄你眼前看到的一切 85mm可以適合拍攝人物的特寫 讓你更專注看見它的神情 105mm能在不打擾人物的情況下 捕捉真實的情緒瞬間 而恆定光圈呢 能夠在你變焦時候不會影響到光圈的大小 光圈的變化會影響到進光量和景深效果 這顆鏡頭可以將我所有的想法轉換成影像 是我很喜歡的主音 拍攝人像最常見的狀況 你對模特兒說來看這裡笑一個 總是笑得那麼不自然又尷尬 我喜歡他們一起在進行某件事物 不論是烹飪喝酒或是搭帳 這些側拍都有機會出現很棒的效果 我喜歡使用85-105端去做拍攝 可以與被拍攝者保持一定的距離 不會讓它感到緊張或是壓迫感 拍出來影像更自然 而長焦段呈現的壓縮感和景深的效果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拍攝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呢 我習慣用S模式 將快門設定在大概五十分之一秒 或更快一些來捕捉瞬間 開啟眼控模式 精準的對焦在你想拍攝的人物上 即便模特兒跑跑跳跳 也能夠輕鬆的追焦 拍下最自然的神情 傍晚拍攝需要搭配相對的光圈素質 與曝光達到標準值 這時候我就會使用五十這顆定交鏡 搭配A模式光圈優先 大光圈鏡頭搭配全變幅機身 低雜訊表現相當的優異 足以應付大多數的昏暗場合 而大光圈創造出的閃景 可以擺脫雜亂的背景 輕鬆拍出絕美的人像照 縮小一點光圈 則能將人物與狀況的關係 完美的詮釋 或是拍攝模特兒烹飪時 與野外環境的關係 AFFA 77機身的靜音快門 能夠安靜的記錄 不讓被射者感到緊張或尷尬 搭配五十這顆定交鏡的 輕量化的設計 長時間攜帶拍攝零負擔 五十mm這個焦段在敘事上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鏡頭 適合各式各樣的場合 傍晚後當女孩在帳篷外 用一盞燈的微光在看書時 或是在一旁烹飪時 甚至提著油燈走進森林中探險 和有人一起嬉鬧 使用這顆鏡頭都能夠完美的詮釋 它在露營中發生的點點滴滴 不需要特別的安排設計 就是拿起相機來進入 這顆定交鏡雖然很輕巧 但是做工完全不偷懶 畫質的呈現非常細緻 細節保留度非常高 邊緣成像也非常優異 夜晚拍攝也不需要擔心有鬼影 或耀光的情況發生 而破壞畫面 在拍攝的時候 也可以預留一些空間 後製編輯時可以做成雜誌的風格 拍攝的時候千萬不要貪心 你想到說背景有帳篷 不要想著說要讓帳篷全部入鏡 可以試著讓帳篷局部入鏡 增加畫面的豐富感就可以了 如何做適合的擺設 怎麼樣讓小物理所當然的 在露營的環境裡面呈現 其實這些都需要經驗的累積 如果只是會攝影 而沒有接觸過露營 那呈現的一切會非常的不協調 因此我的攝影本身 就是在露營中慢慢的累積 若有不熟悉的操作 或想要複習的攝影技巧 可以打開影片的重點時間軸 再次觀看複習 想要學習更多有關露營的拍攝技巧 可以觀看上級的影片 我是呂少佐 我在Sony的數位教室線上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完成了